老头一生爱花如蜜 为了能每天见到花 竟在家中建了一座上千坪的花园 但这却让邱翁的生活一贫如洗 只能靠卖些果子维持生计 这日他到张才主家送果子 却恰巧碰见张才主带着女眷逛花园 只见他随手折下开的最好的一只花 竟只是闻了一下 就随手丢掉 邱翁看得十分心疼 起料这还不够 张才主只因瞧见一株牡丹不开花 就直接命人将它挖走丢掉 邱翁在一旁看得心都要碎了 想要问管家讨要 不料那管家见他老实 竟狮子大开口 本就是要丢的东西 却问他要十两银子 但邱翁又哪有这么多钱 只有刚刚卖果子挣得两贯钱 管家十分不客气 蚊子在小野食肉 随即就将花卖给了他 这牡丹花娇贵 经此一遭后就几乎成了枯枝 但邱翁却不放弃 依旧日日为他浇水施肥 刮风下雨都要小心遮挡 在他的照料下 牡丹花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却不料这天他出门后 竟有一群小孩 见他家中果子长得好 偷偷地钻了进去 不仅将果树祸害得不轻 还在院里乱皮一头 遮了他的不少花 老远听见动静的邱翁 赶紧进门一瞧 邱翁对这些调皮的孩子 很是无奈 但却也没有为难他们 反而拿出果子招待了他们 又仔细检查了牡丹花 看到他完好无损后 才彻底放下心来 随着日子过去 原本几乎枯萎的牡丹花 在一天夜里 竟真的开花了 这牡丹花开得着实美丽 居然将牡丹花仙子都吸引了过来 一群仙子围着这株牡丹花在歌在舞 起料竟将睡梦中的邱翁惊醒 而等他出来查看时 却只见那牡丹花开得更好了 第二天 或许是邱翁上次和蔼的态度 让孩子们对他格外喜欢 竟又跑来他的花园玩 那开得娇艳的牡丹花 成功地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 忍不住凑近闻了起来 秋翁见状赶忙阻拦 闻不得也动不得闻老花要谢的 随即他便给孩子们 讲起了牡丹花的故事 这牡丹花可以有个脾气的 相传唐朝武则天在位时 曾在寒冬腊月突发奇想 想要这御花园中的百花 在一夜之间全部绽放 这可难坏了御花园管事 但武则天可不管这个 直接命人拿来纸笔 写下了一纸命令 要百花都按他的心意盛开 荡天夜里 百花仙子纷纷现身 面对人间帝王的命运 他们着实有些无奈 但牡丹花仙却十分有骨气 不能因为他一时的妄想 去奉与他 随即就飞身离开 次日 武则天再次来到御花园 见着花园中百花盛开 却只有牡丹花没有开放 武则天大怒 当即下令将长安所有牡丹花都挖出来 全部迁到洛阳 自此之后 长安再没有一株牡丹花 而他却在洛阳开得格外美丽 秋翁讲到这里 却突然听见有敲门声 竟是街坊林里 听说那株快哭死的牡丹太花了 赶忙过来见识见识 奇料这花开得太好 名声竟然传到了张财主耳朵里 当即命运被叫 准备去桥上一桥 而在田边耕种的秋翁 看见这财主过来 便感叹 这恶霸下枪 又不知谁家要遭殃 不料他前脚回到家 后脚张财主就上门了 他听见是这恶霸 当然不肯开门 谁知张财主竟直接命运 将大门砸开 一群人就这么闯进了他家中 张财主一见到这满园的美景 顿觉心旷神怡 直接摆起韭菜 就在里面喝了起来 张财主也没想到 这么个乡下老头 花茎种得这么好 当即大方地赏了他一杯酒 然而脾气倔强的秋翁 却不吃这一套 他现在满心觉得自己的花园要糟 如他所料 竟有人给张财主出起了主意 想要买下他的花园 秋翁又怎么肯 这个花园是老汉的性命 说什么也舍不着卖你 说什么性命不吸引你 卖给了我 让你照旧在这里种花 岂不是两圈七枚 一旁的两人也赶忙复合 但秋翁却是怎么也不肯 张财主顿时就不耐烦了 一摔杯子就起身放起了狠话 这个花园我买定了 你再说不卖 明天送到府里去 打你五十大板 随即他还想要上前 摘一朵牡丹花 秋翁没有办法 只能好言相劝 请他看在种花不义的份上 不要再糟蹋花了 恶霸因老头不卖花给他 禁令人直接毁了花园 却不料因此惹怒了牡丹花线 夜里秋翁还在为被破坏的花毒惋惜 起料突然出现一个女子 她称自己家中有一道秘法 能让落花反直 秋翁当然不信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事 然而那女子却信誓旦旦 还说只要一碗清水就可以 秋翁思索片刻 为了她心爱的花 便打算试一试 不料等她将水端来时 却见牡丹花竟真的长回来了 甚至开得比之前更好了 原来那女子正是牡丹花线 她被秋翁爱花的精神打动 施法将牡丹花变了回去 秋翁还是有些不可置信 以为自己在做梦 直接拽了自己一根胡子 竟然真的不是梦 而另一边 恶霸却还惦记着秋翁的花园 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起料她派出的管家 却慌慌张张地回来 告诉了她那牡丹花长回去了 恶霸原本还不信 但看她这么认真 顿时也有些信了 而这时一旁的小弟出主意 正巧最近朝廷在捉拿妖人 不如把这老头告上官府 只要他没了 花园就是他们的了 恶霸顿觉这是个好主意 赶忙让人准备状子 第二天 秋翁家里就来了官差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将秋翁带到了衙门 看不出 你这老头 他还会使用 这县令收了恶霸的贿赌 一上来就把秋翁定了死罪 根本不听他的解释 就要打死他 而这时 一群村民冲了进来 县令顿时慌了 还以为是来找事的 你们是 是什么人的 起料一听他们是来为秋翁求情 立马又嚣张了起来 挥手就让牙翼将他们赶出去 而后他又问秋翁认不认罪 秋翁当然不肯 既然有仙子可怜你 那他一定会来救你 随即他竟要将秋翁驱打成招 谁知牙翼打下去后 秋翁竟没有丝毫感觉 而县令却捂着屁股跳了起来 他当即就怒了 认定是秋翁使用妖法害他 来啊 先拿狗血给我浇他 再用夹棍给我狠狠地夹他一夹 不料话音刚落 牡丹花仙竟然来了 直接一棍子打到了县令头上 一旁的军师健壮 便让人先将秋翁收押 改日再审